说起体育比赛不仅是人和人之间的较量 气候因素也是至关重要的 比如说温度 湿度 风向对于很多比赛都是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作用 那么今天我们从气象部门了解到 在押清会期间 我国的风云气象卫星将专门锁定到南京 每六分钟就扫描一次 气象部门介绍这一轮的强高温天气预计将持续到12号 13号以后大气团将发生调整 高温天气将有所缓解 但是由于亚清会赛事持续时间较长 不排除出现高温天气的可能 为了缓解高温天气对比赛造成的影响 气象部门将根据赛事需求进行人工增语 现在我们事举已经专门组织一支人工增语的一个团队 已经把所有的相关人工增语需要的设备 弹药都已经准备就绪了 现在就根据赛事期间的实际情况 同时根据亚清组委会的具体要求 我们会实时的根据客观的天气的一个情况 来实时的开展人工增语的作业 同时每年的8月份是台风活跃期 为了保障亚清会期间各项赛事的顺利进行 中国气象局特意调用风云F卫星 专门针对南京进行定点监测 每6分钟发布一次南京及周边地区上空的卫星云图 气象云图也将更加精细 连一些小小的局地降雨云团也不放过 江苏城市频道